我们也知道圣明在处处借着神的话语教导我们 如何活一个神要我们活的基督生命 我们不以自己的方式而活 我们不以自己的文化而活 我们不以我们的态度而活 因为我们要很小心 因为我们如果不小心的话 我们有世界的态度 世界的态度如何 把自己的权柄把自己的名望抓得很紧 自己的名望 大度有权有什么 有权有事 我是名流 世贿的名流 我们会抓这些东西 所以很多人进入这个政治就是这样 因为他们知道在政治里头有名 他们要抓 很多人尤其是男的 有钱有事的时候 家里有钱的时候 他们就想到私利 权势 所以他们就去 就去这个 玩政治 因为有钱了就会有事吗 有权了 人就是这样的 可是我们相信耶稣是君王 我们知道耶稣是君王 我不能够跟耶稣 跟耶稣比 我愿意这样想 我要活一个谦卑的生命 因为耶稣是君王 耶稣他成就了我 耶稣带领我 我愿意的献上自己 我愿意的献上自己 还有世界的人 很照顾自己的权柄 就好像那些 那些谬咒 哇 那个大和尚这样子 说一句话就好像 皇帝讲话这样子 我们一直抓 世界的人一直抓钱 钱 一直抓钱 对于我们基督徒 我们知道 我们现在所有的钱 是上帝给我们的 还有一点就是 我们世界人 很照顾我们的文化 尤其是我们五千年 华人的文化 五千年华人的文化 是怎样的 是怎么样子的 你们会知道 有一些老人家 不吃 不用 可是 他身上很有钱 什么原因 他说 这些钱是留给我的孩子的 这个文化不是说不好 可是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 我们用神的眼光来看 为什么你要把你全部的产业交给你的孩子 你要你的孩子成为懂 你的孩子没有你的产业他们不能够活 你这么看低你的孩子 我迷惘哦 我的钱我又交给我的孩子的 我怕别人讲了 你的钱一定要交给孩子的 我们华人的文化就是这样子的 甚至有一些自己的孩子啊 能有好的工作 有好的生意 他们是那么有钱的 可是你 那个做老人家的 还是说 哎 我的钱是交给孩子的 你的孩子又有钱 你给了他钱 他更有钱 他没有钱 OK啦 他没有钱的话 你 当然啦 你是他的父母亲 你一定是帮助他嘛 你就给他啦 可是他有大把的钱 你还是要给他 这是我们的文化啦 没有办法啦 对 这是我们的文化 可是问题来了 如果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 我们知道 神的国度要扩展 神的国度真的要需要很多很多的金钱来推动 我们要 要要要 我们要什么 建很多神学院 使到我们能够有更多的基督徒 不是因为没有钱的关系 不能够去学校读书 不能够去圣经学院读书 你知道吗 真的 有很多很多有心的孩子 他们很愿意的去奉献神 可是当他们到了圣经学院 因为圣经学院也没有钱 然后他们过的生活真的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我是当事人 三四年的圣经学院就好像气概这样子的 第一没有事业 第二没有工作 只有教会来支持我们 奉献给我们去读书 零用钱 只是吉卯 有时候大巴士都不敢 走路好了 因为没有钱 你说了 这些圣经学院的学生 读了三四年之后 他们会怕 哎哟搞错了 我愿意的把我的生命献上 来到圣经学院 切毙到我 人不像人 鬼不像人 有一些父母亲跟他的孩子说 你看你看 你进去圣经学院 什么病都出来了 没有钱吃饭 然后每个月都要来到父母亲的面前说 给我钱 因为圣经学院很穷 就吃这样的问题 他们在圣经学院三四年之后 他们说 为什么要往事奉神 这么辛苦 没有人看待 好好地看待我 更深的就是 哇 有些基督徒 有些被被受造了的 然后去 去一间 教会服事 教会却没有看好 牧师的需要 他们认为 牧师就是要受苦的 牧师就是要 要要 要谦卑过生活的 给他一点点算 够吃够用就算了 你说了 哪一个 牧师能够继续的生活 啊 好吧 教会的弟兄姐妹 如果个个都有钱的 他们所想的是什么 他们所想的就是 孩子的需要 多过牧师的需要 你说了 为什么很多很多教会都没有牧师 为什么起牧师这么难 因为我们的观念错了 我们有错误的观念 你看这个博士 他们愿意的把最好的卸上给神 意思是说 这是神拣选的 祂是弥赛亚 祂是耶稣 我要拿最好的给祂 我不要逼迫祂 我不要压迫祂 我不要给祂难过 那么神的国度就有了 如果神的国度有钱的话 神的国度 教会会开很多神学院 基督教的 祂团也做了很多很多 要锻炼很多很多属灵的精兵 来传福音 你说了是不是很多很多人能够得救 很多教会因为不能够有赠有钱 不能够做事工 因为什么呢 不足够钱 不足够钱 可以去做一年两年第三年 怕了 为什么这么辛苦 为什么钱没有人来 没有人送来 我们做的这么辛苦 仍然要这样子来 上帝的国度不是这样子的 上帝国度 我们都知道 一切宇宙万物都是属于神的 一切都是神所创造的 都是神给的 天上的星星 牧场的每一只牛 每一只羊都是神的 可是人 却把这个神的事工中断了 什么原因 因为缺少了信心 因为要保护自己 因为 就是说 自己没有信心 怕受苦 怕受苦 怕丢脸 没有搞错啊 把你的产业一半交给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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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有些人送给慈祭 有些人送给教会 你的钱就是留给你的孩子的嘛 为什么要给公益用 为什么要交给政府 我们就是有这样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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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知道他难做 如果牧师很高兴 服事 工作人员做得很高兴 他就会继续做 他不会想到 哎呀 明天 明天 我的面包在那里 明天 我怎样活我的生命 我出去 我 牧师出去 走 喝一杯茶 不是滚水而已 希望他能够喝一杯橙汁 希望他能够吃好一点 不要每天摆排冬 他是代表耶稣 代表神 同样的 我们对神的事工 我们要有很好的看见 我们对神啊 神的事工啊 我们的生命啊 要看着神的事工 求神 扩展神的事工 我们要奉献 奉献我们的时间 奉献我们的精力 奉献我们的才干 因为我们要看到 更多更多人信主 我们要看到 神 在我们的班中玛林 这个地区啊 他的事工 越做就越大 我们也要看到 我们自己教会要有产业 我们不要说 我们一个月都要租 我们要看到 我们有一个家 我们也看到 牧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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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地方住 有地方 他老了之后 有地方去躲 不然的话 没有 这个时代不同了 马来西亚得到 上帝的祝福 我们也知道 很多人 越 越有钱 会更加有钱 更贫穷的 又会更加贫穷 可是我们不要看到 有这样的东西发生 我们可以看到 在很多很多的教会 他们有 他们很活泼 在KL很多很多教会 他们很活泼 他们什么东西都有 他们很富足 到一个地步 他们会看到 牧师的需要 多过他们的需要 他们要满足 牧师的需要 那么教会就能够 继续的扩大 因为 牧师就是 代表神的 如果牧师 却不被看待好 不好好地 看被看待的话 你说了 神怎样祝福呢 不是因为我是牧师 所以我要这样子讲 这是神的话语 这是神的教导 这是神祝福的方式 我们不能够 看清神的教导 所以这个圣诞节里面 我们看到 这个三个博士 他们都那么的愿意 从老远的地方 拿了贵重的礼物 交给一个宝贝 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都要放肆 神会大大祝福 他们三个 因为圣经的话 他也告诉了我们 师比受不更迷有福 神会加天临死 祝福神的国度 神不会亏欠了我们 因为他是又真实 又真又活的神 让神的方式来带领教会 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国度 会扩张 来 让我们一起来 祝福神的国度 我们来到祢的面前 知道祢是万君之王 祢是全能 祢是全能 祢是代表至上的君王 我们来到祢的面前 两千年前 祢来到这个世界 拯救了我们 给了我们新的盼望 主啊 让祢的话语 借着圣灵的感动 来教导我们 更有耶稣的形象 更爱 祢也更爱我们的邻居 主啊 帮助我们 看到 我们需要放下自己 我们需要降下 让祢在我们的生命里头 增大 因为我们相信 世界没有东西 能够阻止 祢的福音的广传 主啊 带领我们 提高我们的信心 给我们看见 祢是一切信心的源头 帮助我们 主啊 在这个圣诞节里面 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 来看待祢的单身 因为祢的单身就是代表祢的爱 祢的单身也代表祢是看顾我们的 主啊 谢谢祢 祢是配得我们敬拜的神 祢是配得得荣耀的神 主啊 我们要谢谢祢 这样祷福祢 奉耶稣得胜的名求 Amen Amen 让神祝福大家 谢谢